盛顺你感觉怎么样 这个好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园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动作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比较传统的粤菜 蚝油焖香菇 好 就是这道食材 蚝油焖香菇 香菇是一定要有的 这个是我们蒸发好的香菇 这道菜一定要用蒸发好的香菇 怎么蒸发香菇呢 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我们会嵌到视频的链接里 还有西兰花 还有一小点 上次我们剩的胡萝卜调了一个花 这个也是为了搭配我们这道菜的色彩 好 食材就是这样 这种食物其实已经熟悉了我们做菜的基本套路 就是他刚才问为什么没有料头 原则上是应该有料头 但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香菇是已经蒸发好了 蒸发的时候我们已经放了什么 已经调了味道了 调了一个浅浅的味道 然后还有一个葱姜 我们都已经放过了 这只是现在我们蒸发好的香菇 我们把葱姜给挑出去了 然后这个西兰花 这是一颗我们用不了这么多 基本上这一个菜我们用半颗就够了 其实粤菜有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这条菜的名字叫什么 甚至 蚝油焖香菇 蚝油焖香菇 香菇肯定是主食材 一般的粤菜 一般的粤菜里比如说你要点一个什么蚝油牛肉 它可能也会给你放一些青菜 有一个特点 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 什么呢 就是降低成本 就是它降低主食材的成本 但是呢就是它妙在哪儿 其实荤素搭配或者说是颜色不同的搭配 对这条菜的亮丽色彩 就是观感色香味型的色 形都会有帮助 还有一个呢就是主食材越贵 它搭配的蔬菜也就越金贵 那这个西兰花呢 我们就给改成小颗 这个我们之前 其实让我们出圈的 也不能说出圈 其实我们现在粉丝也并不多 但是就是我们刚刚开张号之后 我们什么让我就是有了信心 就是一道清炒 不对 是蒜蓉西兰花 那个我们的播放量非常好 然后逐渐慢慢的粉丝是越来越多 那我们今天现在其实 可以说对西兰花真的是有感情的 对这条菜 大家也可以有时间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蒜蓉西兰花的炒法 大家如果要是看那个视频 你就会觉得青色的网 是什么样 青色就是我们什么经验都没有 真的就是 哎呀我感觉那个时候 我的语速也特别慢 就是这个和那个 反正各种不容易 那就即便是这样 那个的播放量 我们现在的播放量 也没法超越 怎么办 甚至 加油 加油 好 那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基本上西兰花改成这样 这个量也就可以了 就是一份 就是我们去外面吃饭 也就是一个立牌 然后家里边人口呢 大概三四个人吧 这一点就够了 我们要焯一下水 我们要把这个水给做热 好 那我们这个水开了 水开了 那我们把西兰花先焯一下水啊 既定方针 来我们放一点点盐 目的就是让这个西兰花保持翠绿啊 油我们就不放了 胡萝卜花 我们当然也是要飞一下水啊 跟那个西兰花放在一起 一起焯一下水 这个西兰花焯水的时间 大概在四十秒到五十秒左右啊 就是它还会是那种脆感 基本上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那我们关火把这个西兰花给它捞出来 西兰花捞出来之后 一定要控水啊 把这个水给它控干 好 那我们开始烹炒啊 烹炒呢 其实这道菜说通俗一点 其实就是给这个我们蒸发好的香菇 打一个蚝油的芡汁 油呢 相当于说稍微的多一点点 就是这个香菇还是比较吃油啊 油温起来 我们把香菇放进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烹一点点黄酒啊 来一点点就够 增加它的香气 好 其实这个是一道闷的菜啊 然后来 我们现在加入 有鸡汤 有骨汤 可以加入 但是没有 我们就加清水也可以 这个水的量呢 是以没过这个香菇为宜啊 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火开大一点点 为了增加颜色 我们来四分之一勺的老抽 其实家里如果要是有猪油呢 也可以来放一点猪油 来我们再放二分之一勺的生抽 调这个味道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这个蚝油稍微的给它多一点 大概给多半勺 因为我们在涨发香菇的时候 这个香菇已经入了味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调味要适度 现在这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香菇味透 再味透 可以加入四分之一勺的糖 鸡粉也再来一点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小火 先喂它一下 然后我们尝一下味道 刚刚好啊 真的是刚刚好 我们把刚才的西兰花 摆一个造型 其实这样在餐厅呢 这一步呢 是由打合师傅来完成的啊 在家里呢 就是自己又是炒锅 又是打合 又是砧板 要一砖多能才行啊 是不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 全能 全能啊 来摆成一个 就是像这样的形状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那个香菇 放在哪里呢 放在西兰花上边 很明显啊 我们的香菇 是 摆在中间 来我们这还有几个 胡萝卜花 其实就是为了增加它的 亮丽的感官效果 其实 你觉得行吗 这是 可以 其实这个 这个花啊 这个萝卜花啊 和这个 香菇放在一起 也是可以的啊 好 现在我们关一下小火 要勾一下芡啊 就是水淀粉 生粉和水 呃 勾芡呢 我们分两次勾芡 就是让这个芡汁 不至于 迅速的卸掉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步呢 就是喜欢吃当汤汁多一点的呢 芡呢可以稍微的薄一点点 喜欢吃纯的这个香菇的芡 可以勾得深一点点啊 来 我们第二遍勾芡 这种状态 基本上就可以了啊 能感觉到吗 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出锅 出锅之前 我们来一点点 香油 来一点点胡椒粉 好 我们现在准备出锅 光滑 呃 这个 这个菜呢 其实是要 相对来说 是要一点小的造型啊 所以就是我们出锅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点 我们尽量把这个香菇的正面 也是漏在这个上面 哎 盛盛你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蚝油的这个芡汁 能感觉到吗 能 就是我个人的 其实喜欢吃这个芡汁 稍微多一点点啊 就是我们来 也浇在这个西兰花这里 好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算不算 成功 成功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 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粤菜啊 啊 蚝油焖香菇 成功了 这个我真的不用尝了 这个心里 就是非常有把握的 刚才的蚝油芡 其实主要就是蚝油芡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蒸发香菇 啊 大家可以真的温习一下这个 怎么蒸发香菇 蒸发好的香菇 可以延伸出无数的美味的菜肴 好 那今天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的观众 一解三点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